郭姓兄在今砂糖局台有10家地 目前整理採收期 不过因为开会结果的过程 受到企业因素的影响 今年修行的三両减充三生 平均介绍也比翁年较远 但是并没有影响水果的品质 尤其是今年的口感是特别判断又多借 目前郭姓兄的砂糖局开始大出 当民无法进行採收 因为企业的关系 今年三両大学减充两三生 我今年都是没放水 那时候我们开花在钓构 需要水分 我们这是让你有水 从莫大条来灌溉 也是要有较湿 湿两生我较低 如果没抽水 也会湿得很严重 郭姓兄採收就来水构 尤其起来进行清洁台湿 并且分给包装 虽然今年三両减充 不过水果的品质 反正还是口感 特别香甜 够接住味 今年郭姓兄的砂糖局 比较好 品质口感非常好 虽然垃圾有大厕 浪民建议民众挑选垃圾 盘开车 口感胜丁比例的适当 马仁也比较优优 她是我们国城现在新兴的农作物 经济作物 她的地图尽管今年 切起来 有13岛以上 差不多在新历 新历几年进行 就差不多会万筛 所以说喜欢苍鲜的 要求我们国城砂糖局的 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 可以提早来议定 现在我们国城的砂糖局 已经开始在买了 今年郭姓兄的砂糖局三両减充 不过品质比翁尼好 继续比翁尼提倡 由于采港的民众要把机会 继续欢迎看插红报导